哈囉 我是單犬將 5月1號 世紀二專統測剛結束 欸等一下 我沒有稿子念 你們都有看標題吧 反正我想跟你們說 我舊主的學校是一個專門創造這種奇蹟的學校 我今天目的就是來破解這個神話 告訴大家這是怎麼做到的 你都不讓我講話 我是單犬 OK 影片正式開始 首先先講第一點 會考15分的程度絕對沒有會考25分的程度好 嗯 我在講廢話 所以我們更需要花時間在學習上面 晚自習和假日自習就是學校讓我們讀書的手段 能有這樣一個成果我覺得老師的功勞超級大 你如果鬆懈或者是有什麼不對的狀況 老師都會特別關心你 以及你遇到什麼問題 都可以從老師那邊得到很好的解決 雖然有些老師很激動 但是如果你就讀的是一個 老師不管你 學校不管你的學校 那說明大家都相信你 所以你自己的努力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其實在每一個階段都會有不同的做法 我這裡大概幫你們整理了一下 在前期還沒有基礎的情況下 我覺得可以從上課做筆記開始 欸 啊你會了這些東西之後 你寫題目就會輕鬆很多 那就很開心啊這樣子 在中期大概是從測到數 100多天到50幾天的這段時間 要做的事當然就是每天保持習慣 欸 是什麼習慣呢 例如說每天背幾十個英文單字 算幾題數學 看一篇古文 或者是練習幾題題目之類的 我跟你講這些聽起來很簡單 但是實際上要做到每天做真的是不容易 這時候我覺得一本筆記本 寫下每天的進度還有學到的內容 寫那些東西的同時可以讓你加深印象之外 回顧的時候也可以很明確的知道你複習了什麼 我會看我有多少時間來訂一定數量的目標 上面的框框沒有勾完 我絕對不肯去休息 看到它勾完了 我會在上面畫一些歡呼的圖案 有情緒的筆記 有儀式感的念書 統測是一場耐力賽 但是讀不下書的時候一定要休息喔 最後一個階段 也許一開始你給自己訂了很大的目標 但是最後它不能成為你的壓力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只管繼續念書 念不完不要怕又沒有要考滿分 統測前一個月到半個月要有充足的睡眠 那如果你們覺得我前面講那些理論太抽象的話 接下來我和大家分享我的統測倒數360天 統測前360天 我那時候才二年級 我混我們班也混 統測前330天 由於2021台灣疫情爆發 開始線上教學 以前的我書念的還好 但是這段時間我落掉的東西特別的多 統測前270天 學校傳來喜訓 學長姐有7個人考上台科大 壓力患落在了我的班島身上 我身為我們這一屆的第一名 做出了一些改變 我開始每天晚上都會去背英文單字 還有讀國文課文 統測前240天 我們終於復學回到了學校 觀賞一下這動畫 這動畫的意思是K書的意思 專業科目一的書 終於很仔細的從頭到尾被我看了一次 那時候很開心自己又讀了那麼多 統測前200天 這時候發生了一個意外 我當上了記憶競賽選手 我還執意要去比賽 統測前190天 我第一次模擬考全國第一 讓我以為特別厲害 考前180天 考前170天 考前160天 完全沒碰書 統測前150天 將近一個月沒有讀書的我 在第二次模擬考完敗 統測前100天 大家在做專題 沒有人想要念書 已經期末了 老師們跟我們說過年這段期間 特別的重要 很多人都在這個時候偷偷念書 統測前80天 我下定決心要好好念書 兼我們晚自習的學務處阿姨 和公關部主任 新年期間也來學校為我們找場地 開學前兩天主任來學校辦公 我還來煩他 此外這個寒假的每一天 我都會強迫自己要達到進度 夜深人靜的時候讀得最起勁 統測前70天 關鍵的第三次模擬考到了 可是不同以往 練習的時候我寫什麼錯什麼 並且第三次模擬考考得比第二次模擬考更糟糕 那段期間我有點自暴自棄 我把心情寄託在做比賽上面 統測前60天 欸你最近怎麼樣啊是不是快死掉了 我只是覺得 多了整個寒假就要考這樣 沒關係啦你難大界也難 這次題目本來就做得很變態阿 你最近還好嗎看起來很不好耶 是因為事情太多嗎聽說你書都讀不下去 因為我第三次模擬考考很爛阿 這只是模擬的阿你不能這樣子一覺不正阿 遇到困難就表示你開始在念書了 其實不是你念了就馬上有結果 你寫過的題目你一定要搞懂 統測前50天 我不再逃避 照著我的計畫繼續念書 無論是英文還是專業科目 都越來越有成就感 第四次模擬考前還遇到了校慶 有一些同學選擇跟我在頂樓看書 我感受到了同學們的努力 你們在上面做什麼啊? 念書啊 我還偷看阿龍老師真的是那麼帥 當天不過癮還約同學去路易莎看書 我放學走在路上還傳來阿龍老師的訊息 統測前40天 我寫了一份專業科目1的模擬題 拿到了98分 第四次模擬考之後 每天都是幾百題的專業練習題 我買了兩本全新的講義來做題目 有人質疑我都要第五次模擬考了才買 不會太晚嗎? 但是正因為有他 讓我考前的自習課都是有事做的 而且我真的在統測前都寫完了 統測前30天 台灣疫情再度爆發 我們又開始線上了 好不容易在學校重新建立了習慣 又要因疫情而悔 來學校集合做PCR的那一天 我和我們班一起玩快問快答 大家都進步的飛快 但願隔離結束後這一切都不會改變 統測前30天 隔離結束 我們開始第五次模擬考 此時經歷過這麼多的我 即使快要統測了 我也站得穩穩的 最後幾堂專業科目1的課 我連年代的數字我都答得出來 其他的也是問什麼會什麼 統測前一個禮拜 為了保護我們避免染疫 三年級全面改為線上上課 我原本抱怨不止 直到學校傳來一個壞消息 我每天都會接觸的阿榮老師確診了 才信信學校先把我們隔離起來 雖然阿榮老師的確診讓我有點難過 但我還是堅持到了統測 統測前老師和同學之間都是正能量 然後你帶了一堆書去考場 你根本就不會看 因為你會影響聊天 作答的時候絕對不能緊張 雖然我國文超爛快要寫不完 但是我最後還是會檢查 我的畫卡沒有畫錯 考試最怕的是上一課會影響到下一課的心情 雖然預估過成績 但放榜的時候還是控制不住在尖叫 我最爛的國文最後真的只有考70幾分 第二爛的英文80幾分 但是我的數學專業科目1專業科目2 都考了90分以上 接下來就等推增的結果啦 OK今天的故事就講到這邊 也許這條路我沒辦法走得太順利 我曾經墮落過也曾經遇到過困難 但是都是因為有毅力支撐我走到現在 我的會考只有20分 但是我的同策考了基北區第4名 所以任何事情只要相信就一定能做到 對還有另外一件事 疫情之下或許很多人會覺得 在家很舒服可以偷懶 可是同時更多的人在與時間和金錢 甚至生命鬥爭 我們不能改變疫情 但是我們可以改變自己 拜託希望疫情快點過去 也希望剩下一年或兩年或三年的你們 金榜提名 如果今天這部影片有鼓勵到你 請幫我按個喜歡喔 你們也可以訂閱 Follow我的設計生生活 也可以追蹤我的IG 去看我畫一些白色漫畫 謝謝你們看到這邊 我剛開始做影片 謝謝你們的支持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